第五百五十一集 灵竹果还有这等限制 我也算读过不少上古典籍 怎么没听过此事 韩师叔 这里是我们宋家祖传的一本古籍秘本 我将其复制了一份 师叔看一下也就明白了 那宋姓女子忽然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块玉碱 恭敬地递了过来 韩力脸上亚瑟一闪 随后才点点头地接过了玉碱 将神识沉浸入碱中 这是一本专门介绍上古灵丹和灵药的古书 里面有许多韩力听说过 或者根本从未耳闻过的灵药丹方 其中甚至还详细地提到了九曲灵参 和从玄谷老摩那里得到的相关丹方 这让韩力瞬间心动 以我如今的眼光 这上面的不少丹药 对元英气的我都大有用处 虽然其记载的炼丹材料 几乎每一种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古灵药 但有备无患总是好的 否则 以后要了什么灵丹 也根本不知要做何用途 看来 修仙家族中 还是有一些连修仙大派都没有的好东西的 以韩力强大的神石 玉碱内的东西固然不少 但她很快就找到了记载灵竹果的内容 那上面果然提到了灵竹果及造化丹的种种限制 片刻之后 韩力将神石抽出 她用手抚摸着玉碱光滑的表面 沉吟了起来 我听子玲姐姐讲 韩师叔在炼丹上也有很高的造诣 这本古籍对我们宋家来说 根本就是鸡肋之物 虽然上面古丹芳不少 但每一种主原料都不是宋家能够拥有的 师叔若是不嫌弃的话 此遇见 师叔尽管拿去就是了 这也算是 试着这次请师叔出手的酬劳吧 韩力文言一愣 随即大有深意地望了此女一眼 笑了起来 她想了想后从容说道 韩某生平从不占人便宜 若注意摸古中真有灵竹果的话 我同样受益不小 那就算不要什么报酬 我多半也会去的 不过你这本古书 我的确有些用处 我就用一瓶精进修为的丹药换吧 这瓶丹药正好适合你现在的境界 说完这话 韩力单手往腰间一摸 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绿色小瓶来 直接抛给了宋姓女子 此女下意识地接过瓶子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既然给你 宋姐姐尽管拿去就是了 韩兄的炼丹术非同小可 这瓶中多半是用高级腰丹炼成的灵丹 绝对可以让姐姐的修为更进一步的 这个生意可做得不亏啊 听子玲如此一说 宋姓女子面露惊喜之色 她在此向韩力道谢之后 就将药瓶小心地收好了 韩力微微一笑 同样将玉简收起后 悠悠地说道 既然灵竹果和造化丹都无法保存 看来你们真的就只有入骨了 若是只奔此果而去 不乱闯他处的话 全身而退的希望应该还是不小的 不过现在 你们几人需先收集一下 炼制造化丹的辅助原料 这些灵药 虽然没有灵竹果这般世间难寻 但有几种也是不易寻找之物 至于其他细节问题 那只有等一切事情都明了 在最后决定了 也许到时候 我们和木兰一战大败而回 那坠魔谷之事 更是想也不要想了 我等修士能否在天南立足 都是两说的事情了 怎么 韩前辈并不看好这次和法师的大战 这可不好说 从表面上来看 我们天南诸多势力联手 又是在本地作战 应该是烧胜木兰联军一筹的 就是天南三大修士 和我们天道盟的龙韩夫妇 也是可以压制住木兰神师的 但那些黑袍人却来历不明 明显是有外来势力 插手此次的大战了 要说有变故的话 肯定是出在这些人的身上 这么说 这次大战 胜负只在五五之数了 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最大的可能还是 韩丽目光闪动几下 口中喃喃地说道 声音一下子低不可闻起来 好了 不说此事了 这种事情 为真正开战前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你们只要为坠摸谷的事情 先做好准备就行了 到时候一切就看机缘吧 有些事情 有时也并非可以强求的 韩丽摇了摇头 最后又淡然地说道 之后 韩丽再没提过坠摸谷的事情 四人聊起两女数年前的经历 和韩丽从木兰神石口中 逃脱的事情来 时间过得飞快 当韩丽看看天色有些晚的时候 也就起身告辞了 宋姓女子同样也要一起离去 紫灵和梅宁便起身相送二人到谷口 在离开时 韩丽注意到梅宁有数次都想说些什么 但是一番犹豫之后 最终还是轻咬红唇的没有说 看着此女娇艳红韵的面容 韩丽心中一动 她再看看旁边的紫灵似笑非笑 心中不觉有些尴尬 于是韩丽不敢再久待下去 略意招呼后 她就化为一片青霞 将宋姓女子一起卷入其中 向天一城 飞顿而回 这一路上只有两人了 当远远看见了天一城时 此女在顿光中忽然迟疑地问了一句 韩师叔 那坠魔谷从谷至今 不知多少远英老怪进去后 都未生还 我们这些结单气修饰进去后 真的有可能找到灵国 并安然退出吗 一听这话韩丽有些意外 她周身清光一晃之下 便放慢了顿速 然后她就面带诧异地 牛手看了一眼此女 韩丽默然了一会儿后 淡淡说道 但以功法修为而言 你们自然远逊于 以前入谷的那些曲宝修饰 不过那些修饰之所以会在谷中 就此陨落 谁有八九 还是贪心作祟 否则 这么多原因修饰入谷 不可能没人可以安然得到一两件宝物的 他们多半都是对宝物动心 得到一件之后 还想得到另一件 如此一来 他们多走过几束显地 那出事 只是迟早的事情 照师叔直言 那我们进去后 不同样也是久死一生 若没有入谷方法 和一条安稳些的路线 那就不要说久死一生的曲宝 那根本就是自杀 虽然你们修为低些 但只要不贪心 一入谷后 就直奔那灵果之地 若运气不太坏的话 得手机会自然还是有的 当然 这坠魔谷号称天南第一兄弟 就是准备再充分些 也要做好陨落其内的准备 若灵主果 真是如此好取的话 那鬼灵们同样知道此事 也就不会一直拖到现在 才动手了 他们如今去坠魔谷 取宝的举动 多半还是看到南冷猴 也得到了入谷方法 生怕被对方 抢先卷走了谷中宝物 因而才不得不冒险一试的 恐怕 他们的入谷方法 危险性也不小嘛 师叔既然猜到了 鬼灵们入谷的方法不妥 刚才怎么 怎么不当着 子灵他们的面 说出来是吗 难道你以为 我是另有什么心思 不敢 师父没有怀疑师叔之意 放心 你心里有所怀疑 也是正常之事 不过 我之所以没说出这些话来 倒也没什么恶意 因为此话说出来 也许对你和梅宁有用 但对子灵来说 多半是没什么效果的 造化丹固然珍贵一成 但对杰丹修士来说 却有些浪费了 梅宁服用此丹 就大有机会进入杰丹期 它值得一搏 你和子灵只是杰丹初期 资质也全都非比一般 就是不服用此丹 多半还是能安然突破瓶颈 进入杰丹中期的 服用了此丹 也只是省去了你二人 上百年的瓶颈参悟时间罢了 一边是百年修炼时间的节省 一边是要冒奇险进入坠魔谷 陷入生死一线中 究竟如何选择 那完全是因人而异了 师职会如何选择我不清楚 但子灵为了这上百年的时间 多半会冒险入谷的 他可不仅止于 想当一名杰丹修士的 能节省上百年苦修时间 那他进入元英期的机会 可大了不少 师叔的意思是 子灵倒有心智坚定 一心想成为元英修士 所以危险再大 他也会入股一搏的 不错 就是这个意思 子灵的经历 和你与梅宁可有些不同 她曾经数次 被强大修士胁迫过 甚至其母传给她的门派 都被其他势力占了去 后来她虽然逃了出来 并且始终不在人间提及此事 但我却能若有若无地感应到 她现在追求强大之心 恐怕比一般人要强得多 韩丽抬手望了望远处 有些发红的晚霞 回忆起了一些往事 第五百五十二集 在宋姓女子恶然的眼神中 韩丽顿了顿 又说道 谷中若真有灵主谷的话 我多半同样会博一次的 毕竟修为到了原鹰旗后 再精进一层都是千难万难之事 若不抓住此机会的话 说不定一辈子 就会被困死在原鹰出气了 但在坠魔谷之行 并非是在必行前 我也不想婆婆妈妈的 说些无用的话 真到了一定要去坠魔谷时 我自会重新给你们 强调此行的凶险 点出鬼灵门入骨之法 可能的不妥之处 不过以上只是我的猜测之言 说不定鬼灵门早就将 入骨方法研究得 比苍坤上人的更加完善 宋姓女子文言漠然不语 但明眸之中 隐隐露出若有所物之色 好了 这些话 我原本不想现在就说给你听的 但既然你问起了 我也就给你说上一二 你现在既然来到了天一城 那当下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先让自己 在不久后的大战中 别陨落掉 而我 也是一样的 说完这些话 韩丽的嘴角 泛出一丝自嘲之色 多谢师叔指点 宋姓女子被韩丽如此一说 心中一礼 脸刃谢道 谈不上什么指点 这些不用我说 你自己稍一思量后 也会明白的 好了 进城吧 天色不早了 韩丽一摆手 神色淡然 是 师叔 青色顿光再次全速前进 直向城门处 背设而去 输日后 天一城落云宗筑地 一间在外面设下了层层浸致的密室之中 韩丽 韩丽盘息坐在密室中间 捧着一把五六尺长的巨剑 仍在想 仍在想些什么 箭上燃烧着紫青两色的怪异火焰 那正是韩丽的紫罗集火与那诡异的青色灯燕 从紫灵那儿回来后 接下来的几日里 韩丽被屡落拉着 见了诸多和洛云宗交好的原因修士 往日里 这等阶层的修士 要见一个那都是困难之极 但是如今在短短数日之内 韩丽就见了十几名 也可算是难得的体验了 这些修士自然知道韩丽的名声 因此也都不敢怠慢 韩丽与他们相处的还算不错 甚至和其中几人聊得颇为投机 但是这几日一过 韩丽就立刻找了这么一处境事 开始处理自己当日黄龙山之战中的后患了 就是这始终在青竹风云剑上 燃烧不息的青燕 此魔燕之所以在剑上无视 全靠那紫罗天火的平衡压制 这青色灯燕也不知是什么魔燕 威力竟不在我的紫罗天火之下 如今虽然被我张数量勉强克制住了 但如何炼制它还真是一件头痛之事 若是此燕不除 不但青竹风云剑无法动用 就是前蓝冰烟和紫罗天火 也无法轻易失产功敌了 如今韩力目光闪动地盯着此剑 默默地思量着 片刻之后 他将手中巨剑往空中一抛 手一扬 一道青色法觉便打到了其上 巨剑盘旋后一声嗡鸣 化为了数十口细小的飞剑 韩力神念一动 随即大部分飞剑 便化为了数十道青芒 直接射入了体内 只有一口飞剑水平地缓缓落下 停在了韩力眼前 韩力忽然一张口 一道紫色火焰从口中喷出 直接喷到了飞剑的表面 顿时剑上紫焰大圣 一下就将不多的青焰压制住 韩力法觉一催 凶凶紫光就将青焰 往剑上一端逼去 没有多久 就缓缓将其逼到了剑尖一点 化为了黄豆大小的一团青光 见此情景 韩力面上的神色反而凝重起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食指弹跳不止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觉 飞快地打在了剑上 顿时 剑上紫焰在法觉激发之下威势更胜 形成一波接着一波的紫色焰浪 向那一点青光狠狠地压去 青焰在剑尖处的一点立足地上晃动不已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一闪而灭 但在紫焰的催压之下 过了一会儿后 那点青光却渐渐地盈亮耀目起来 任凭紫焰如何催动 那青焰就如同生在剑尖处一般 就是不灭不息 这可麻烦了 韩丽的目中闪过一丝焦虑之色 手中法觉催得也更急了一分 又过了好一会儿 眼见情形仍没有丝毫改善 韩丽的脸色随即就有些难看了 她目中寒光一闪 单手一抬轻轻一晃 顿时她五指连同手掌 全都覆盖上了一层刺目的紫焰 接着她五指一合 竟直接向飞剑上的那点青焰捏去 青光一闪之下 就被纸上的紫焰包裹了进去 但韩丽只觉指尖处一软 一股巨大的力量便从那点青焰上传出 五根手指一下被强劲地反弹了开来 韩丽心中一阵骇然 但是心念一动之下 手掌反手虚空一抓 手上的紫焰也向下照去 顿时光滑高扎 青焰被紫光笼罩在了旗内 韩丽的手臂一动不动 五指紫焰要目 青紫光芒交融变换忽暗忽明 此动作在持续了一刻钟后 韩丽轻叹一口气随手一抖五指挪开 手上的紫焰便瞬间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然后她看着仍是精盈夺目的那点青焰 面露一丝苦笑 这古怪灯焰的难缠还在我原先的预料之上 紫罗天火虽然可以与之抗衡 但是炼化紫焰似乎就有些心有余而列不足了 这样想吧 韩丽抬手从身前的飞剑轻轻一点指 低沉的雷鸣声默然响起 飞剑上随即迸射出一道刺目金壶 此电壶一现身后瞬间就爆裂开来 换为无数道纤细金丝 向那一点青焰迎头照下 结果轻狂一闪 这些金丝竟如泥牛入海一般 全都被豆粒大小的火焰 吸纳得一干二净 随即光滑大涨 那青焰一下就长至了鸡蛋大响 见此情形 韩丽瞳孔身处蓝光刺茫般的闪动不已 她盯着吸纳了金壶的青焰 神色阴晴不定 不知过了多久 韩丽轻吐了一口气 脸上现出了犹豫之色 是否要冒这个弦呢 但是片刻之后她就摇了摇头 张口冲着飞剑方向一吸 剑上的紫焰便瞬间化为一缕紫线 被其吸入口中一点不剩 没有了紫罗天火的压制 剑上轻焰大涨 一下便把整把飞剑包裹在了其内 韩丽马上便心神相连地闷哼一声 脸上清晰一闪 微现一丝痛楚之色 不过 韩丽马上就顾不得身体的不是 她食指连弹对准飞剑 顿时轻芒闪动 食余道剑气脱手射出 和辟邪神雷所化的金湖一样 青色剑气一接触青色灯焰 就被全部吸入其内 化为了无形 可韩丽对这一切却犹如未见 她体内灵力运转不停 剑气一道接着一道的 飞蛾扑火般的鸡向清焰 韩丽的法力极具消耗 清焰在吸收了诸多剑气之后 竟如同进补了一般 越发大势起来 不久 那清焰就化为一团药木的青色火球 在韩丽面前汹汹地燃烧着 而这时 韩丽体内的法力足足消耗了 三分之一之多 但看着眼前的巨大火球 韩丽反而笑了起来 她手中剑气一停 冲着火球中的飞剑一招手 扑斥一声 那口清出风云剑 竟然轻而易举地从青焰中冲天而出 一个盘旋之后 又射入了韩丽手中 韩丽低头看了看 手上轻蒙蒙的飞剑 晶莹一长 上面的青焰荡然无存 脸上不仅露出了笑容 果然没错 这火焰虽然神妙无比 但显然能够吞噬得灵力有限 它吸进的清援剑气太多了 反而可被投机操控了 韩丽两手一合 光芒一闪之下 那飞剑没入了手心 不见了踪影 这时候 韩丽才看了看眼前的青色火球 她用手指轻轻一点 一缕神石便深入了袭中 这青色火球一颤之下 缓缓转动起来 上面的清光忽暗忽明地闪动不已 韩丽双眉一挑 用神念一催 只见青色火焰开始晃动不已 但是伴上之后 才迟钝地斜飞出去杖许 一路歪歪扭扭 见此情形含力摸了摸下巴 沉吟起来 这青眼的威力如此之大 就此放弃不用 自然有些浪费了 眼下虽然因大量吸收了 清援剑气的缘故 我可以勉强催使一下此言 但明显因为功法的缘故 根本无法做到得心应手 毕竟此火不是经过我炼化的东西 很难像催使前蓝冰雁和紫罗天火那样操纵此书 韩丽眉头紧锁 盯着青色火球撕亮了起来 忽然他伸出一只手 按在了腰间锄带上 最后白光闪动 一小节洁白如玉的肋骨和一个淡黄色的小瓶 同时出现在了手中 正是记载了悬阴经的预检 和他以前用来吸入妖兽惊魂的法器 将瓶盖打开 里面飞出了一团黑气 韩丽五指冲黑气虚空一抓 顿时黑气射到了手心处 然后神念一动 这团阴魂之气便立刻弹跳到了 另一只手掌的肋骨之上 顿时那肋骨油白变黑脱手扶起 并且放出若有若无的阴寒黑芒来 韩丽见此 这才将神识沉浸其内 迅速浏览其内的悬阴经的内容 开始一目十行地寻找着什么 第553集 当韩丽的神识翻看到 阴火雷三个字时 他心中一息 速度一下放慢 开始细细浏览起来 阴火雷 是悬阴经上 不亚于天都施火的存在 它是一种雷珠的炼制密法 和我以前得到过的天雷子 是同类的宝 当然 按照悬阴经上的讲述 这阴火雷一旦炼制成功 威力变大得惊人 但以破坏力而言 甚至还在天都施火的威力之上 其原理 就是将悬阴大法的大量 精纯阴火压制成一团 再参进一些雷电之力 外加其他一些材料 利用一些特殊手段 加以固定稳化 一旦对敌时寄出 就可以将其内的 阴火雷电同时引发 进而爆裂伤人 可惜雷珠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不但限制众多 而且炼制麻烦 其不易成功 只有能够操纵雷属性灵力的修饰 才可进行炼制 所以不要说基因老怪 就是玄谷上人 也从未炼制过此种东西 韩力当初看到 玄火雷的炼制之法时 同样没有过多地注意此秘法 他虽然能够操纵辟邪神雷 但是可不会什么悬阴大法 因而自然是一扫而过了 如今他拿眼前的青色灯焰 大感头痛之际 却忽然想到了 此玄火雷的炼制秘法 原本炼制玄火雷 需要耗费大量灵力 而且成功几率不高 再加上能够驱使雷电的修饰 还有人在 故而在修仙界 少有人会炼制此物 就是偶尔有人炼制了几颗 也因为是消耗品 很快就会使用掉了 我只要将雷珠的炼制方法 稍微改动一下 利用现成的青焰 也可以炼成其他雷珠 毕竟青焰威力 不在子罗天火之下 炼制成雷珠的威力 肯定也不在原版的 阴火雷之下 眼下面对着无法收取 又无法丢掉的青焰 将其炼制成雷珠 倒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样在不久的大战中 此东西倒也能成为 我对敌的犀利武器 心中既定之后 汉莉当即从储物袋中 搬着起其他东西来 炼制雷珠的材料 我还真能从身上凑齐 这些东西也并非什么珍惜物品 都是一些无论炼丹还是炼器 都会用到的常用之物 可倒也备了一些 如此一来 韩力先将东西一一取出 摆在了身前 然后面对那闪烁不定的火球 他神色一宁两手一扬 轰隆隆的一响 两道金色电弧同时 从其手心弹射而出 击向了青色火球 洛云宗驻地的大厅之内 吕洛坐在厅内的椅子上一动不动 面上毫无表情 在他身前 束手站着几名洛云宗的结单修士 红山老者和宋姓女子都在其内 只是这几人的神色都略有些焦虑而已 段侍智 你们韩师叔已经闭关几日了 启禀师叔 韩师叔进入境室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和宋师妹一直守在境室外 韩师叔从来没有出来过 嗯 你们韩师叔闭关前 曾给我打过招呼 说他要为不久后的大战做些准备 要我们轻易不要打扰他的闭关 但现在木兰人似乎已经到齐 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们这边高层的几次聚会 那些修士都点名要你们韩师叔前去参加 但都被我用借口推掉了 可现在三大修士齐聚天一城 同样发来信函 请你们韩师叔明日一聚 这一次可是只有元英中期修士 才可参加的会议 可见对你们韩师叔的重视了 这实在不好再推却不去的 而且我估计 这次的聚会 才是最终决定如何应战的会议 我们洛云宗若是有人参加此会 那好处可是不少的 可韩师叔现在肯定到了闭关的关键之处 若是轻易打扰了 会不会让师叔功亏一篑啊 就是由此顾虑 李师叔才一拖再拖的 可是明日的聚会 韩师叔若再不出现 恐怕其他人 其他人怎么了 就在这时 从厅外忽然传来一句轻飘飘的话语声 声音不大 但却清晰异常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 吕洛顿是满脸喜色 韩丽的身形随即出现在了大厅门口 他神色平静地走了进来 韩师弟 你总算闭关出来了 真是太好了 在其他修士 躬身向韩丽问好的同时 吕洛也满脸笑容地起身相迎 并没有完全成功 我本想再继续闭关下去的 只是有些担心木兰人的事情 所以想着先出来看一眼再说 看来还真是及时了 看来师弟也听到刚才几位师侄的言谈了 最近想见师弟的人还真不少 别的也就无所谓了 但明天三大修士亲自主持召开的高层聚会 韩师弟可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毕竟我们洛云宗这次可是大半实力尽出 我可不想本宗弟子的损伤太大 师弟听听那些主事之人 到底是如何安排此次大战的 也好让师兄心里有些底 既然知道了此事 明天我肯定会过去看看 我对三大修士也仰慕很久了 很是期待明天的聚会 韩丽的回答让吕洛很是高兴 当即他又和韩丽聊了些近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法师开始派人冲击边界的几处大阵了 不错 其实这才是三四天前的事情 虽然没对我方造成什么伤亡 但却是木兰人准备完毕的先兆了 我们的人手编排怎么样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我们和木兰人不太一样 虽然木兰法事是由各个部族组成 够杂乱的 但也不像我们天南有如此多的大小宗派 会按照功法特性 法宝威力 甚至修为大小来编组人手 更何况 木兰人为了此次入侵早就准备多事 我们现在才整备的确是迟了一些 不过好在这次四大势力还算一心 到如今也准备得七七八八了 就算马上开战也未尝没有一战之力的 照这么说大战真的是一触即发了 唉 多半是没错了 要不然三大修士也不会如此快地聚集到一起 并要匆忙召开明天的聚会了 原因终其修士 可是我们天南最顶尖的存在了 听着韩力和吕洛这两位洛云宗长老的议论之后 听众的其他修士神色都不觉肃然了起来 但下面 韩力却忽然画风一转 问起了最近洛云宗那些弟子安排的情况 吕洛和其他人都一无一时地告知了韩力 当听到洛云宗弟子大都被打乱 安排进了数队修士之中 整日演练一些团体作战的能力时 韩力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这种安排倒是很正常之事 毕竟这可不是什么修士间的单打独斗 就是神通再厉害的修士 若同时被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修士一起攻击 也只有隐恨当场的份儿 当然 一般情况下 这些高级修仙者也不会让自己处于如此危险的地步 只要不被成队修士困住 这些高阶修士完全可以使用大范围神通 成片成片地杀伤低阶修仙者 所以能够制衡对方高等级修仙者的存在 同样是至关重要之事 而现在修士和法士的大战情况也都差不多 高阶修士和木兰上师们的斗法 无论哪一方都不足以制衡对方 那就不用打就先输了大半 所以韩力口中正问着洛云宗的事情 心中却已经在思量天南三大修士召集园英中期修士的真正用意了 恐怕此次会议 除了安排修士大军的动向外 多半还要布置一些对付木兰大上师的具体策略了 韩力这样想着 心中不禁冷冷一笑 这次我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不但将青竹风云剑的青雁全部驱除干净 还运用辟邪神雷将掺杂了青元剑气的青雁炼制出了七八颗雷珠来 韩力又和这几人聊了一会儿 就告辞离开了大厅 回到了专门给他准备的楼阁之中 养精蓄锐起来 这两个月日夜不停地驱除飞剑青雁 又马上炼制雷珠 可真把韩力累得不轻啊 第二日一早 韩力就从驻地出发往中心区域走去了 不久之后他便隐隐看见了那巨大的石殿 因为整个天一城都是临时修建起来的 即使是四大势力高层专门汇聚用的大殿 也是普普通通略有些粗糙 不过守门的修士却是庶名杰丹琪的修士 这些人一见韩力走了过来 神识一扫之下便立刻赢了上来 其中一名杰丹琪修士更是先失了一礼之后 才恭恭敬敬地说道 这位前辈 今日会议只能是圆英中期以上的前辈才可参见 前辈你是 给你 未等对方说完 韩力就一仰手 一块白色玉剪扔了过去 正是昨日送过来的邀请韩 原来是韩前辈 晚辈失礼了 请进 守门的修士用神识扫过玉剪之后 顿时满脸歉意地说道 随后他身子一侧让出了店门 韩力微微一笑刚想走进去 忽然神色一动 身形一致扭手望去 只见一侧的某条街道上 正缓步走来两人 一前一后 一男一女 男的似乎只有二十余岁 一身滑眉紧袍肌肤白嫩精亮 面目俊美异常 举手投足之间风流倜傥 潇洒至极 但稍近一些就会发现 这人目光闪动之间 时不时会有沧桑之色露出 眼角深处也有与外表不相符的 鱼尾纹若隐若现 如此一来 立刻让此人的年纪又大了十余岁 但是诡异的是 看见此人的第一眼 竟让人感到他身上有一股 说不出的阴柔脂粉气息 仿佛是女扮男装的女子一般 诡异无比 韩丽心中随即一礼 这人是一名原英中其修士 应该也是来此参加此次会议之人 观其妖异的样子 多半是魔道修士 就不知是哪一宗的 韩丽心中飞快地思量着 目光略一转动后 就落在其身后半步远的女子身上 识 那女子年轻貌美 身穿艳红的绚丽裙衫 脸部轻衣之间 身材妙慢婀娜 看起来妖娆动人 充满无限风情 可当韩丽看清楚此女的面容之后 却淡淡地苦笑起来 董轩儿竟然是她 现在不用猜我也知道了 她身前那看似年轻人的老怪物 肯定是魔道第一宗和欢宗的修士 多年没见 董轩儿竟也有了 杰丹终极的修为 相对此女不太好的 灵根资质来说 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了 韩丽站在店门前 一动不动地凝望举动 自然也让把门的那些 杰丹修士看向了那二人 结果一见此人后 这些修士大半都脸色发白起来 其中一人更是不安得难难道 没想到和欢宗的古老魔竟也来了 古老魔 一听此言 韩丽顿时想起了一人了 和欢宗除了那名原英后妻的和欢老魔外 还有一位名气也不小的古姓老怪物 此人天生异禀 阴阳同体 修炼的也是和欢宗最顶尖的魔道功法 擅长裁补之道 自称云露真人 而其他人都称其为云露老魔 此老魔不只是修炼功法的缘故 还是本性就好色如命 他经常会干出鲁人裁补的勾当 无论俊男美女 只要被其看上的多半都不会放过 如此一来 他自然得罪了不少的宗门大派 但是他修为又实在是高深莫测 一向深入简出 又有和欢宗做后盾 别人也拿他无法 再加上此人也并非试杀之人 一旦裁补完勤祸之人 就会将人放回去 这些受害人的宗门和师门长辈 也只能尽量地隐瞒真相 捏着鼻子认了此事 此人在天南修仙界的名声 实在是人见人怕 怕的就是被其看上而遭了毒手 难道这年轻人就是那老乖物 韩丽虽然不惧此人 但是心中也嘀咕了几句 有些不舒服 巧的是 那俊美年轻人同样也注意到了 站在店门前的韩丽 他手目一眯的圆圆打亮了韩丽几眼 忽然冲起展颜一笑 竟引露出一丝妩媚之色 韩丽只觉得背后一阵发寒 勉强回之一笑后 也不看得董轩尔看见他后的惊恶表情 一转身就大步进了聚店之内 这样的老怪物 他可丝毫没有和对方打交道的意思 怎么 你认识那人 刚才你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许多 那年轻人一见韩丽身影不见 脸上笑意忽然一收 宠身后的董轩尔淡淡地问道 大人是我以前的一个旧时 多年没见了 刚才突然见到他 会有些吃惊罢了 董轩尔神色有些奇怪 但口中却平静地回答 旧时 那人是袁英初期休士 但竟能参加今日的聚会 他相貌看起来又如此年轻 那应该就是最近名声大起的 那位洛云宗长老了 说起来 此人也姓韩 并且名字还和你以前提到的那人 也一模一样 不会就是这人吧 云露老摩面对董轩尔的生硬回话 竟然没有动气 反而不动声色地问道 董轩尔听老摩此言 便面色微白一语不发 云露老摩目中寒光一闪 冷哼一声后便不再追问下去 但眉宇之间一丝阴霾闪过 当老摩带着董轩尔到了店门前 那些轮值的结单休士 个个都战战兢兢 只稍微问了一两句 就赶紧放行了 当然了董轩尔是无法进入其内的 因而只能被一名修士引至偏殿暂且休息 大殿内的布置非常简单 除了一根根的巨大石柱之外 中间大片的空地上 每隔数丈距离就摆放了一把精致异常的木椅 共有十六七把之多 而这些椅子上 此刻已稀稀拉拉地做了七八名神态各异的修士 一见韩丽进来 有的冷冷地看了一眼 有的则视若无睹 还有的闭目养神 中人全都各行其事 倘若无人的样子 不过其中一人见韩丽进来 却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并从韩丽一招手说道 韩道友 闭关出来了 若不嫌弃的话 就坐在龙某旁边好了 这人正是天道蒙的主事人 鸾鸣宗的龙韩 多谢龙兄了 韩丽没有推辞 就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他稍微打量了一下在座的几人 就端坐在那里静静不语了 片刻之后 云露老魔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入口处 他一见店内猪人 黑黑一笑地便走到一把空椅处 大模大样地坐了下来 在他落坐不远处 正好坐着一名蓝袍老者 此人一手拿着一把翠绿小壶 一手拿着一支白玉酒杯 正庞若无人地自珍自饮 云露老魔一坐到其附近 一股脂粉之气马上就飘荡出去 顿时让这位闻到之后瞪了老魔一眼 暗自大感晦气 老魔对那老者的不满根本不在意 反而目光闪动几下落在了斜对面的韩力身上 再次颇感兴趣地打量起了韩力 这下轮到韩力坐卧不安了 他眉头一皱干脆闭上双目表面无视 心里呢则是思量起老魔和董轩儿的关系 当年董轩儿被那何欢宗少主 鲁略走了之后就加入了魔宗内了 那老魔虽然双名狼藉 也不应该会对本宗弟子下手的 两者应该另有什么关系 否则老魔也不至于来次参加聚会 也会带着董轩儿的 就在韩力有些困惑之时 殿外陆陆续续地有人进来了 这些人自然都是原因终其修士 他们和先来之人有的认识 有的却仇怨不小 如此一来打招呼和冷嘲热讽之声 便在大殿之中不时响起 这时候云露老魔已将目光 从韩力身上挪开了 但韩力仍旧是眼皮都不抬一下的一动不动 他自觉在原因终其修士之中 根本就认不得己人 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招呼谁了 碎魂道友 没想到你也来了 听说道友的九魂秘工已经修炼到了画境 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 碎魂 这一声招呼声让韩力心中一动 不由地睁开了双目 只见在店口处进来一名枯瘦清晰的灶袍老者 而店中一名黑袍修士 正热情地冲其招呼道 灶袍老者一正之后 立刻满脸笑容地走了过去 怎么 韩道友以前见过碎魂真人 一旁的龙韩注意到了韩力的异常 韩笑问了一句 没有 韩某只是听程师兄提起过此人 听说其神通不小 韩力神色不变地说道 丝毫没提自己当日越国之行中 曾经击杀一干碎魂门人的事情 这也难怪 我记得程长老曾和此人交过手 还吃了一点小亏 自然就对其印象深刻了 不过 以韩道友现在的声明 也无需再忌惮了 但是元英终其修士之中 有一人韩道友最好别去招惹 那人就是天南三大修士碰上了 也会大感头痛的 第五百五十五集 韩力眉梢一动 有些吃惊起来 能让三大修士头痛 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当然有 此人 此人曾和三大修士中的智阳道友交过手 虽然差点重伤毙命 但也轻伤了智阳道友 并且得以脱身 所以此人几乎是公认的 三大修士之下的存在 只是此人一向独来独往惯了 就是法事入侵这等大事 会不会来那还是两说的事情 否则倒也是一大必住的 能重伤元英后期修士 此人也真算是了得了 不知是哪位高人 应该名气不小吧 这个人倒有肯定听说过 天恨老怪这个名字 寒道友应该很熟悉吧 天恨老怪 竟是此人 的确是如雷贯耳了 韩丽苦笑一声 难难地说道 脑中顿时闪过假扮低阶修士 在圣树禁地中发生的事情 当时正魔两道的奸细 可都对这天恨老魔忌惮弹异常啊 不过 在元英修士中 似乎龙兄贤抗力 才应该是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存在吧 非也 我和奉兵虽然有些神通 但是单打独斗 十有八九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当然 要是二人联手的话 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韩丽文燕一笑 正想再说些什么时 忽然感到有人正在注视着自己 目光有些冰寒阴沉 似乎是不怀好意 韩丽警惕心大气 唯一牛手 正好对上了那人的眼神 这竟是一位陌生之极 以身碧绿长山的 常染老者 老者见韩丽的目光过来 眼中寒光一脸 若无其事地挪开了目光 但是韩丽反而目光闪动地盯着此人好大一会儿 怎么 韩道又不认得此人 听龙兄的意思 我似乎应该认识他 此人 是玉陵宗的大长老 东门徒 执掌着玉陵宗的大权 我虽然没和此人打过交道 但听说此人和那古双仆的关系很好 几乎情同手足 而你将古双仆当木兰人的奸细灭了 此人虽因为证据充足没有说什么 但是对你的不满肯定是有的 陶友要多加小心一些了 韩丽听后揉了揉鼻子 一脸的苦笑 口中却是连连称谢 短短一刻钟的功夫 点内就快坐满了修士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魔道修士几乎都坐到了大殿的右侧 而正道蒙修士则占据了大殿左侧的大部分椅子 只有天道蒙和九国蒙的修士 随意地在左右两侧坐下 一旁的龙寒又传声给韩丽指认了另外两名天道蒙的修士 一名是面容普通素装淡装的妇人 一位是愁眉苦脸模样的老者 韩丽多看了这两人一眼 将他们的相貌记在了心中 不知是否是因为人多了的缘故 在座之人的神色反而凝重了起来 全都冷冷地打量着其他人 在这些人中 韩丽可算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因而自然被猜出了身份 就在殿内开始变得宁静无比 甚至有些凝重的时候 从大殿的偏门内 终于先后走出了三人 原本默默看着他人的诸位老怪 目光顿时齐聚了过去 一名黑袍大汉 一名绿发老者 一名卑贱道士 韩丽神色如常 但是心中却怦然一跳 这三人想必就是三大修士了 这三人缓缓走到了大殿中间 并肩停了下来 此刻站在中间 相貌有些猙獰的黑袍大汉 冷冷地开口了 这次聚会就由我们三人主持 有人有意见吗 黑袍大汉的声音冰寒异常 此话刚一出口 庞大的气势就默然从其身上冒出 随后巨大的灵压便降临了整间大殿 在座的修士感应到那深不可测的灵气波动之后 脸色纷纷微变 但韩丽在心经此人法力强大的同时 心中却是一阵的诧异 这位一身的阴寒魔器 肯定是磨到那位和欢宗老魔了 可这位老魔的样子实在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 说是和欢宗的大长老 可他的功法看起来更像是鬼灵门的魔功 韩丽并不知道 历代和欢宗的大长老都是被称为和欢老魔的 虽然黑袍大汉修炼的功法其实是一种与和欢宗关系不大的魔功 但仍不得不顶上和欢老魔的称号 一时之间大殿都寂静无声 也算是默认了和欢老魔刚才的言语 好 既然没有意见我就不说什么废话了 就在今天早上 木兰人派来了使者并送来了挑战书 说是若不答应他们的条件的话 七日后就在边界处决一死战 挑战书 七日后 什么挑战啊 这个 义兄刚才所言不假 这就是对方的战书 诸位道友先过目一遍 然后我们再商议对策 虽然大战比我们预料得要早一些 但以在座诸人的神通 难道还真会怕木兰人吗 那卑贱的道士轻笑一声 从容不迫地说道 其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一入在座诸人耳中 却犹如清风拂面 让众人心中顿生良意 立刻心平气和起来 其他修士心中一惊 骚动马上就平息下来 但却有人轻声嘀咕了一句 太真没得进兴诀 果然有点门道 听到这似乎不太服气的话 那中年道士由若未闻 反而从袍中摸出了一块鲜红欲滴的玉剪 随手抛给了对面的一名灰袍老者 并且含笑说道 这是木兰人的挑战书 道友先看看吧 老者一正之后 就默不作声地手捧玉剪 用神石扫了扫里面的东西 面色默然阴沉下来 然后便冷着面孔将玉剪直接扔给了身侧之人 那人接过玉剪也好奇地用心神看了一眼 脸色同样难看起来 在众修士一一传阅那挑战书的时候 韩丽却分别打量了道士和那青山老者一眼 那道士约四十余岁 皮肤静莹洁白五官端正儒雅 让人一看就大声好感 他应该是郑道蒙太真门的智阳上人 至于那位青山老者 无论衣衫打扮还是相貌气概 都丝毫没有特殊之处 唯一让我留心的 是这老者的食指上 竟然留了长长的指甲 而且这指甲看起来锐利异常 并且通体紫黑 闪着淡淡光芒 实在有些若眼 这人应当就是那位九国盟的大长老 魏无牙了 魏无牙似乎感受到了韩丽的目光 他一片手看了韩丽一眼 目光一对之后 脸上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竟冲韩丽笑了一笑 韩丽有些尴尬的同样抱以一笑 若是此人知道我和南宫晚的事情 不知能否还对我笑得出来 就在韩丽思量之际 一侧的龙寒 已将传到手中的玉剑看完 脸色不好地扔给了韩丽 见前面几人都是这般神色 韩丽也有些好奇了 他当即便不动声色地将心神沉浸到剑中看了起来 扮上之后 韩丽眉头紧皱地将神石抽出 默默将玉剑交给了另一位修士 整个玉剑随即都整体传越了一遍 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起来 有一两人看完之后 甚至无法忍耐地冷哼出声 诸位道友看完了战书 不知有什么看法 木兰人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竟然让我们让出天南的一半地方给他们 他们以为是能稳赢了我们不成 一名面色阴厉的锦袍人冷冷地说道 不错 什么叫只要我们让出些土地 双方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剑呀 他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莫兰人现在只是丧家犬而已 恐怕不用我们和他们决战 就是一点点的拖下去 也能把他们慢慢耗死了 另一肥头大耳的老者 面露奸诈之色地说道 陆道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们千焕宗在天南深处 所以就不顾我们这些宗派的死活了 大持就朕 你们千焕宗当然不在乎 可是我们的宗门根基怎么办 坐在肥胖老者身旁的一名有黑大汉 也面露不善地说道 哎呀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家着想吗 宗门没了可以再见 但是人死了 可就无法复生了 哼 你说得倒轻松 我们几国若是被放弃的 我们这些修士 又为什么要替你们魔道阻挡法师大军 干脱我们整个宗门都搬到你们天罗国去 不就更不会死一人了吗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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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百五十六集 够了 是否打持久战的事情 早已有过定论 无需再讨论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如何应付木兰人的法师大军 而不是让你们内讧的 黑炮大汉听到这里面色一沉 突然出口呵斥的几句 这三人一见是这位和欢老魔开口了 心中虽然不服 但也只能乖乖地闭嘴了 其实三位道友的争执 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早就推算过了 以法师大军这次轻足而来的势头 打持久战根本不可能 若不是集中天南大班力量 根本无法阻止对方的攻势分毫 单凭一宗一国的力量 恐怕一接触就会马上崩溃了 到时候力量被消耗的 十有八九反是我们自己 所以这场大战必须打 而且一定要把木兰人打残了 绝没有什么侥幸之心可言的 不过木兰人到底搞什么鬼名的 打就打吧 为何还要先进行什么赌战 而且还敢下如此重的赌注 如此多的贵重材料 就是大宗大派一家也绝拿不出来的 不是说木兰草原修炼资源贫乏吗 玉灵宗的那位东门徒忽然目光闪动地问了一句 木兰草原的零石矿 及一些常用的原料产地 相比起它们庞大的法师数目来说 那的确不多 但稀有材料 木兰草原却有不少的 甚至有几种比我们天南海富足 它们能拿出如此多的材料 倒也不算稀奇 原来如此 可它们就如此自信 自己一定能在独占中胜出 除了元阳后期的修士外 其余人都可以参加 而且一赌就是实场 还是生死之赌 难道他们以为我们的修士 都是尼捏的不成 东门徒缓缓地说道 面线沉思之色 在座之人此时都在思量其中的不妥来 韩丽同样有些疑惑不解 刚才看的挑战书说得很清楚 这次的赌战是在双方的阵前举行 是不可能施展什么暗算手段的 而且初战修士 都直接带着所赌的珍稀材料上场比试 胜者就可直接去到对方的储物带了 唯一有些蹊跷的 就是那挑战书上说 这十场赌战必须同时举行 而且修士即使败了 也不得逃走 只能当场战死 为此赌战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屏障中举行 而此屏障则由双方派人布置行程 在赌战时同时也派人监督法阵运行 以防对方做什么手脚 不过 不管木兰人有什么诡计 这对我们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若是能在大军交战前多灭几个高阶法师 肯定对我们注意不小的 哼 恐怕木兰人打的就是和你一样的主意 一人才迟疑地说出口 另一人马上便冷笑反驳道 这有什么好想的 木兰人想赌战 我们就赌战了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七日后我们仍按自己的安排来 根本无需接受什么赌战 这样对方就是再有什么诡计也破解了 可惜 邝道友虽然说得有道理 但这次赌战我们必须参加 而且非隐不可 什么 上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不能被木兰人牵着鼻子走啊 旷幸老者眉头一皱有些不满地说道 其余老怪中也有几人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三人自然也知道其中的蹊跷 但先前木兰人一路攻来的时候 俘虏了不少修士 其中以九国盟道有居多 我们各宗各派的支援弟子也有不少 听那使者讲道 这批人足有千人之多 此话怎讲 难道我们不接受赌斗 他们就敢杀福不成 要是如此的话 木兰人就不怕我们用其他手段报复 那使者倒没有说过杀福之类的话 但却口口声声说给我们一个救回这些修士的机会 时常赌斗 他们除了赌上这些材料外 每一场还另加上百余明被俘的修士 只要赢了 这些人就可以被放回来 一听此言 再成老怪都面面相去起来 猛的一听 这千余明修士似乎并不多 而且多半都是修为不高的低阶修士 似乎根本不用受对方的要挟 但若是谁真的提议不救这些人的话 那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这些修士可是代表着众多的家族和大小宗门 其中不少修士还是为了拖延法师公事而被木兰人俘虏的 若是不救 恐怕还未开战 大军的士气就会大错 不少人就都不会再出全力死战了 想不到这些草原蛮子还能使出这种诡计来 以前几次入侵时 他们似乎很少会用计策 但是这次一出手可够阴毒的 其余之人心里同样是大感无奈 暗骂起木兰人的狡诈 看来大家已经明白了 这场赌斗我们要接下 我们还必须在赌战中大败对方法师 否则对我们士气的打击就非同小可了 而且看对方提出的赌战方式 感觉他们并不像会在战斗中做手脚的样子 多半打的是其他主意 所以参加的道友大可不必担心会吃什么暗亏 若有不妥之处 我们也会直接出手阻止此战的 当然这是死战 至于是否愿意出战 完全就凭各位道友自愿参加了 我三人是不会强求的 自愿 此话一入众老怪的耳中 所有人心中都便冷笑起来 莫不作声 无人愿意和人死战的 毕竟修炼到了如今的境界 哪一个不是历经了数百年的苦修才得以熬出头的呢 哪个又会轻易地以身犯险 韩力同样神色淡然 没有出头的打算 我虽然不介意为此次大战出些利益 但也得在不危及性命的情况下才行 上一次黄龙山之战就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我可不想再经历一回了 见到殿中猪人如此神色 那何患老魔脸色一沉冷哼了一声 那哼声直震地在座修饰脸色微变 但仍是人人高作 无人起身接口什么 枝阳上人见此摇了摇头 面露一丝无奈 而魏乌雅却双目眯起一语不发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和两位道友在来之前 商量过了一下 这次赌战实在危险了点 所以出战的修士若是胜利 那赌战赢得的珍惜材料 就都归获胜道友私人所有 也算是弥补此次出战的风险了 不知诸位道友意下如何 而且据我所知 有几位道友在修炼上 似乎正缺几种珍惜材料 到处寻觅不到 我们三人倒也有些收藏 也能够满足这几位道友的 智阳上人一说完这话 目光在其中几人脸上一扫而过 其中竟然还包括了韩丽 韩丽心中一脸有些疑惑 其他几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修士 面上同样闪过惊疑之色 虽然道士说出了如此诱人的条件 但一时之间仍没有人提出参加赌战 但就在这时始终没有言语的魏无牙 忽然抬手望向了一旁的碎魂真人 嘴唇微动几下竟然传音了过去 原本垂手低眉的碎魂真人神色一变 脸上先是一惊 接着便显出了惊喜交加的神情 在听了几句之后 碎魂真人嘴巴无声的一张一合 竟和那魏无牙商量了起来 偏刻之后 碎魂真人一脸愁愁 脸上阴晴不定 与此同时 黑袍大汉也传音给了何欢老摩 这老摩一听到自己这位本宗大长老的传音之后 眉头马上皱起 眼色有些阴沉 好 只要上人能信守承诺 本真人就是冒一次险 又有何妨 碎魂真人思量了一会儿竟如此说道 听到此言其他老摩都挣住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云露老摩也开口了 既然碎魂道友都参加了 那在下不才也去一趟吧 这么多珍惜材料不要 实在是太可惜了点 这老摩冷笑地说道 但是眉宇之间引现一丝韵怒 似乎满心的不快 其他修士互望了一眼 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却暗暗的心惊 不管他二人是因何事被说服的 其余之人都坠坠不安起来 下面这三大修士一个接一个的 又分别和几人传音详谈了几句 结果这些人听完之后 大部分都或喜或忧地答应了赌战之行 只有两人冷着面孔地摇了摇头 一口回绝了此事 韩丽见到此目 心中是各种念头极传 但就在这时 智阳上人的声音却传到了他的耳中 韩道勇 听说你正在四处搜集大量耕精 不知是否确有此事啊 韩丽虽隐隐有所预料 但是一听此言 心还是猛跳了两下 不错 韩某的确需要一些羹筋炼制法宝 难道智阳道勇手里有大量羹筋 韩道勇所猜没错 我和魏道勇手中 各有不小的一块羹筋 数量应该够道勇之用 韩道勇可有兴趣看看 再想要先看过羹筋是否满意 才会考虑参战之事 韩丽沉吟了一下 没有把话说死 智阳上任惊笑了一声满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短短的时间内 并有五人先后答应了此事 还有几人和韩丽一样 要先考虑一下才能给予准确答复 但是这样已经让智阳等人大为满意了 当即他们也不再和其他人传音 转而开始布置起 如何应付法式大军的具体事宜了 坐在厅中 听着众老怪讨论法式大军的虚实 以及如何运用阵器等布阵器具 应付法式极为棘手的灵树大阵等细节问题 但此时韩丽的心思 却早已云飞天外 想着更惊的事情了 说实话 我对自己的本命法宝 青竹风云剑的威力实在不怎么满意 这倒不是说这套飞剑 与其他修士的本命法宝威力差 而是因为我遇到的敌人 要么极弱要么极强 极弱的对手根本不用触动飞剑 仅凭千元剑气却可击毙对手 而极强的敌人 修为一般都比我高深 飞剑又实在有些鸡肋了 不过 当看到书页上记述的清元剑诀最后一种神通 大更剑阵时 韩丽才明白了 青竹风云剑配和清元剑诀的可怕 这种剑阵威力即使它只能够施展出一小部分 也足以和元英后期的修士一较断长了 至于那虚天鼎 虽然被银月吹得天花乱坠 但是实际威力如何 在未亲眼得剑之前 韩丽始终抱着三分的怀疑 因此这大更剑阵绝对是韩丽以后立足修仙界的大神通 如此一来大量更金我是一定要拿到手 否则我就无法记恋见证 但是否要为此参加赌战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还是要看看对方提供的更金数量才说 若是提供的更金够多 那去参加此次赌战也未尝不可 只要对手不是那些木兰神师 我自然不会畏惧谁的 就算木兰人在赌战中动了什么手脚 以风雷斥和紫罗天火的威力区区一个屏障 还真困不住我 韩丽心中既定 心神便重新镇定下来 开始认真地听着众修士的议论之言 这场聚会足足开了近一个时辰 三大修士中明显以智阳上人为主 和欢老摩时不时地做些补充之言 而魏乌雅则沉言寡语 一共也没有说几句话 不过在讨论中 无论智阳上人还是和欢老摩 对龙寒明显都高看了一眼 遇到和天道蒙相关的事情 都会询问他的意见 看来龙寒夫妇联手 能抗衡三大修士之一的传言 倒也是或真假实 最后众人总算是将事情 都议论得差不多了 并给那些没有参加赌战的修士 大都也分配了一些较为具体的职责 诸位道友回去准备吧 智阳上人说完 众人便纷纷告辞离开 但有三名修士却被单独留了下来 这其中就有韩利了 另外两人一位是云露老摩 另一位则是一名面色无血的秀丽妇人 此妇人在刚才的讨论中和韩丽一样 都是一语不发 师弟 你跟我来一下 有些话我要单独和你谈谈 黑袍大汉等一众人离去 就面无表情地冲云露老摩说道 然后就便头也不回地往偏殿走去了 云露老摩目光闪动一下 抹然地跟了过去 似乎是对黑袍大汉十分地敬畏 韩白两位道友 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二位都打算先看看想要的东西后 再决定是否参加赌战 这频道倒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此行危险极大 若没有足够的代价 任谁都不会轻易涉险的 不过不管这东西 能否让二位满意 频道还是希望两位道友 能参加此次的赌战 智阳上任直接在大殿中 便对二人郑重地说道 而魏乌雅则在旁边倒背起双手 神色不惊地打量着二人 那秀丽夫人听后戴眉微皱 冷冷地问道 我一个孤家寡人的弱女子 可不管木兰若惊天难 还是天难入金木兰 这一次要不是你传信 说手里有那东西 我根本就不会出山的 丑话说在前面 若你手里的东西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我转脸就走 这妇人话语之间 竟对智阳上任毫不客气 白道友 这又何必呢 当年之事虽然我有些过错 但实际上也是为了你好的 是非过错我自会判断 当年之事莫要再提了 把东西拿出来吧 韩丽听到这里 脸上神色如常 心里却诧异起来 看来这白姓夫人和这智阳上任 似乎有些纠葛呀 智阳上任见夫人如此不善的表情 只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神手王储戴上一摸 一个白色玉盒就出现在了手上 玉盒表面上看来是普普通通 但其刚出现的瞬间 整间大厅的温度急降 刹那间就犹如严寒库冬一般 韩丽也瞬间大感不适应 不仅也多看了玉盒两眼 那白姓夫人感应到盒子散发的冰寒之气时 面上是显出了一丝激动之色 这时候智阳上任将玉盒送到了妇人身前 妇人接过玉盒 轻轻打开盖子看了一眼 以韩丽的神识即使不用去看 也已将盒中植物感应得一清二楚了 那是一对通体晶莹半透明的残结 散发着丝丝白气 韩丽的眉头暗皱一下 这残勇的形象如此奇特 好像是骑虫排行榜 排名靠后的冰雪禅的残勇 此骑虫虽然对敌时威力不太大 但却有其他不可思议的神通 非常难寻的 若此妇人有什么事情 必须用此残解决的话 那她答应智阳上任参加赌战 倒也是无可厚非之事 怎么是残勇 不是成年雪残 那妇人一见此勇 脸色却有些难看起来 白道友 这对雪残 是在寒冰洞百丈之下的冰层中发现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冰雪残 是雪残中的极品 青王残 你用神石仔细看看 就可在此勇内部 发现其中的异常 青王残 夫人神色一动 半信半疑地 用神石王的残勇深处探测过去 扮上之后 她面上神色一环 怎么样 这一对青王残 虽然还是残勇 但一旦孵化 即使是幼虫 也应该够你所用了 东西我收下了 赌占我会参加的 那夫人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将雨盒收了起来 好 以白道友允许绝的神通 对付区区法事 肯定齐开得胜啊 枝阳上人松了一口气 显出了笑容 告辞 说完 那白姓夫人就向殿外走去了 显得冷漠非常 枝阳上人苦笑一声后摇了摇头 而未无牙见此 则黑黑冷笑一声 却没有说什么 韩道友 不知你需要多少羹筋 有没有准确的数量 等那夫人出了店门之后 枝阳上人才将心思放到韩丽的身上 韩笑问道 需要很多 可以说是越多越好了 当然这羹筋价值不菲 只要两位道友能拿得出来 韩某愿意用等价东西来相换的 不会让两位道友吃亏的 听韩道友的口气 似乎身家也不小 不过道友可知 到了我等境界 也很少有东西能让贫道和魏兄动心了 若不是为了此次大战 我三人也不会一次拿出 这般多的身外之物了 韩丽一笑 没有说什么 但是一旁的魏乌鸦却叹了一口气 突然说道 唉 枝阳道友 你这话可说大了 韩道友以元英出气的修为 就能从木兰神师手中安然逃脱 他身上之物 岂能与普通修士相比 是在下唐突了 不管韩道友打算用何物换去 还是都先让道友看看更经吧 道友若真有让我等动心的东西 就是将所有的更经都换去 我二人也是没意见的 第五百五十八集 智阳上任伸手将腰间的储物袋摘了下来 袋口朝下轻轻一抖 白色霞光便从中飞卷而出 只见三块大小不一的淡金色石头 在霞光中喷出 随即便被道士一把抓住 马上递给了韩丽 韩丽心中一跳接了过来 打量起手中的梦寐以求之物 一大两小 这三块的确都是更经不佳 体积大些的和当日在交易会上见到的那块差不多 有核桃般大小 这三块的分量应该能够缠入十几口飞降的 但是仍和我心目中的数量有些差距 韩丽脸上不动声色 目中还是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见到韩丽这般神情 那智阳上任有些惊讶了 难道如此多的更经都不够她用吗 这倒有些奇怪了 想到这儿她望了魏乌鸦一眼 魏乌鸦自然也看到了韩丽的表情 在接到智阳上任的眼神之后 她当即一斗袍袖 只见一块拳头大小的更经便出现在了手中 并被轻轻拖起 韩丽看到魏乌鸦手中的大块更经时 心中顿时大喜 虽然加上这块更经也根本不够七十二口飞剑使用的 但只要再有一点点 就大有希望凑够三十六口飞剑的炼制了 三十六口飞剑再加上剑影焚光术的神通 就勉强可以布下小型的大更剑阵了 韩丽心中有些激动 她接过魏乌鸦抛来的更经 深吸一口气让心神尽量地平静下来 这才再次开口 看来这些就是全部的更经了 虽然还有些不足 但作为参加赌战却足够了 两位道友也看看我交换的东西是否满意 韩丽将这些更经一收 便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两个颜色各衣的玉盒来 分别扔给了魏乌鸦和智阳上人 智阳上人接过玉盒 漫不经心地打开盒盖看了一眼 而魏乌鸦却先颠了颠玉盒的分量 随即才不动声色地打开盒子 一只盒中是众多鲜红的指甲大的鳞片 另一只盒中则是一个拳头大的乌黑龟壳 妖兽材料 两人有些惊讶起来 韩丽见此情形随即便解释起来 不错 魏道友手中的是八级妖兽独胶的鳞片 而智阳道友手中则是八级龟妖的龟壳 这两样东西我虽然不敢说是逆天 但这等化形妖物的本体材料在天南恐怕是很难找得到的 我想换取这些羹筋应是绰绰有余吧 韩丽的声音很平静也很自信 八级妖兽即使在乱星海那也是极为特殊的 而在天南不要说八级妖兽了 就是六七级的妖兽也快灭绝了 除了几个大宗门内未养的几头护山妖兽之外 其余的地方早就没有高阶妖兽出没的消息了 八级独角的鳞片 智阳上人还好 虽然满脸惊讶 但马上就神色如常了 而魏乌鸦一听河中鳞片的来历 却不禁失声叫道 声音中满是惊喜 这魏乌鸦修炼的好像是毒公神童 这独角本就奇毒无比 难道其鳞片对他还另有什么妙用不成 韩丽正迟疑之际 那位乌鸦却急不可耐地伸出两根手指 粘起一片血淋 仔细地观察起来 脸上全都是患得患失的表情 看来韩道友所送的东西正对魏兄的胃口啊 而我对这件龟腰龟壳也颇感兴趣 若真是八级妖兽之物 那自然是非同小可 这可是炼制战甲和盾牌等法宝的最佳材料 足以交换这些羹精了 智阳上人对魏乌鸦的失态也是略感愕然 但是他异样的神色一闪即逝 反而含笑冲韩丽说道 并且也将那龟壳捧到手心上 不慌不忙地鉴别起来 虽然他觉得韩丽不可能虚言相骗 但是倒是还是难以相信 一个元英初期的修士 一出手就是八级妖兽的材料 韩丽正思量之际 那魏乌鸦却长出了一口气 不错 的确是化形独胶退换的鳞片 这对我来说正好适合 看来老夫的那件法宝的威力 有望更进一层了 魏乌鸦满脸欣喜地将血红鳞片放回了盒中 光滑一闪之后 那玉盒便不见了踪影 然后他抬手重新打量了韩丽一眼 这才神色一正地说道 说实话 道友能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 这还真是大大出乎魏母的意料 这独胶鳞片对我来说 算是非常重要之物 虽然如此交换算是各取所需 但韩道友还要代表我们天南参加赌战 我不能太让道友吃亏了 这样吧 我手里还有最后一块耕精 原本是打算留给后人备用的 既然道友真如此需要 那就一并交给道友了 这样我也不算占道友的便宜了 魏乌鸦手掌一翻 又一块鸡蛋大小的羹筋出现在了手中 随即便抛给了韩丽 果然还有耕精 韩丽嘴角微微一翘 心中一喜地便接下了此物 有了这一块鸡筋的加入 那三十六口飞溅的链汁便绰绰有余了 这让我拿出如此稀有材料的用意 到实现大半了 否则这八级妖兽材料 论价值可还略在这些羹筋之上呢 若他们不再拿出一些东西来 这可有些说不通的 魏乌鸦二人手中若还有羹筋 便多半会因为我这一手被逼再拿出来的 都是原应其修士 谁也不会当对方是好糊弄之辈的 否则我收下先前那些羹筋 拍拍屁股立刻走人 只当一次普通交易 丝毫不提赌占之事 这两个老怪也只能干瞪眼 这时 那边质阳上人也鉴别完了手中之物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看来同样是对手中的龟壳大为满意了 他接魏乌鸦又掏出了一块羹筋之后 免现一丝愁愁之色 略以沉吟便伸手往袖中一摸 掏出了一根拇指粗细五六寸长的淡黄色的东西 仿佛植物的部分根莖 我官道友身上 木灵器旺盛之极 想必主修的是木属性功法 我手里只有这一小节古仙藤根莖 无论炼制木属性法宝 还是戴在身上滋养木灵器 都大有用处的 这也足以弥补你这件八级玄规的龟壳了 哦 这个东西也是 魏乌鸦一见致阳上任手中之物 免现愕然之色 韩丽仙是有些失望 但竟魏乌鸦如此色变的样子 倒是灵机一动地想起了某些事情 古仙藤 难道就是正魔两道偷取唇叶 想要救活的那柱玄天仙藤 以韩兄的身份 想必也知道不久前玄天仙藤出世之时 可惜我们运用了各种方法 也无法救活此仙藤 最后只能和魔道一起瓜分了此物 用来当作炼器材料 这东西正是那柱仙藤根精的四分之一 我修炼的功法是活属性本 此材料虽够珍惜 但我留之也没用 就送给道友吧 智阳上任说完 当即将此物给扔了过去 玄天仙藤 韩丽接过这淡黄色的物品 心中是大感意外 他自是非常明白 正魔两道当初为何处心积虑地想要复活此仙藤 这种仙藤 大抵都是某一届开天辟地混沌出生之时 就出现的上古灵根 无论是他开出的灵花还是接出的灵果 都具有无视此界天地法则的不可思议的神通 正魔双方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将主意都打到了洛云宗等三派的圣树纯叶之上 但是这仙藤却始终没有复活的迹象 于是正魔两道只能是死心 略商量一下将此玄天仙藤连根莖带枝干分成了十几节 双方就此平分了此物 也算没有白忙活一阵了 而质阳上任身为正道蒙的大长老 自然有讨好他的修士尽献了这么一小节给他 而魏乌鸦之所以能够认出此物 则是因为他同样拥有此仙藤的一部分 不过他拥有的只是仙藤枝干部分的一小节 无法活过来的玄天仙藤 顶多只能作为一种顶级材料来使用 因而在质阳上任心目中自是价值大将 尽管此物的名头大得吓人 但还是不被其放在心上 况且这木属性的材料 因为功法属性的缘故 对他实在是有些积累 故才会被他没多加考虑地换给了韩丽 第五百五十九集 虽然知道了手中根精的来历 但是韩丽心中并没有惊喜之色 仍是有些淡淡的失望 我现在并不缺什么顶级练级材料 只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更精而已 否则我也不会拿出八级妖兽的交链和龟壳了 我的本命法宝青猪风云剑 都没有时间去温养陪练 哪还有多余的灵力再去练化新法宝 不过看来这质阳上任手里 也是真没有了更精 否则他也不会将如此珍贵的 玄天仙藤的根精拿出来 因而韩丽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直接取出一个玉盒 将仙藤根精放入其中 他打定了主意 准备回去之后 就利用小瓶的绿叶 催化一下刺物 那神秘小瓶产生的绿叶 我一直感觉神秘莫测 他连三大神墓都能催熟 说不定还能将这根玄天根精救火呢 虽然希望不大 但若真如此的话 我自然就占了天大的便宜了 这样想罢 韩丽心中的失落就此消失了 未等对方二人再说什么 韩丽倾壳了一声 便识趣地主动说道 既然在下得到了更经 那七日后的赌战我自会参加的 时候也不早了 韩某就先回去了 大战前还要做些准备的 韩丽没有多聊的意思 当即告辞离去了 没想到韩道友还是个急性子 赌战之事非同小可 自然要多做些准备 那我二人就不多留道友了 韩丽当即点了点头 一抱拳后便转身向殿外走去 当他快走到入口处时 魏无牙却忽然面带 诡异之色的嘴唇微动了几下 一阵低不可闻的传音声 鸟鸟地传入了韩丽耳中 韩道友 看在独角鳞片的面子上 你带走南宫道友之时 老夫就不追究了 枪鸟的瓜不甜 南宫仙子和我侄儿的事情 就此作罢吧 一听此言 韩丽仙是吓了一跳 身形不由地顿了一顿 但是听完之后 又心中大喜起来 但是他没有回头 只是脚步轻快几分地走出了大殿 看着韩丽的背影从殿门口处消失 魏无牙和智阳上人目光闪动的 就同时沉默下来 片刻之后 智阳上人缓缓说道 你怎么看 这位韩道友 竟能拥有八级妖兽材料 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真像我们调查的那样 他当初通过古传宋镇消失的这段时间 是得到了某个上古修持的完整一波 否则 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进阶元英起 并拥有如此多的宝物 大概是吧 不过这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 得到上古修炼法诀和宝物的 又不是他一个人 积元这东西很难说的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难道你还想杀人夺宝不成 杀人夺宝 魏兄可真会开玩笑 别说现在大战在即 就是平常时期 凭对方可以从木兰神尸手中 逃脱的神通 贫道也不会做这种吃不到羊肉 反惹一身骚的事情 况且此人手上的宝物再珍惜 难道能让我突破后期境界 进入化神期吗 我又何必招惹如此难缠之人啊 何况他还是天道蒙的人 那龙韩夫妇也不是好惹之人吗 智阳上人打了个哈哈 摇了摇头轻声笑道 当魏乌鸦和智阳上人 在大殿中轻描淡写地 谈论韩丽之时 韩丽本人已经到了大殿的正门 让他意外的是 那董轩儿此刻竟然站在殿门之外 此女不知何时从偏殿出来 正禽手微低地站在那里 仿佛在想些什么心事 那些守门的修士 因为知道此女是和云露老怪一起来的 自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韩丽出来时 那董轩儿似乎有所感应 便抬手望了一眼 结果一见是韩丽 他面上便露出了一些古怪的表情 似乎是有些不知所措 又仿佛略带极恨的样子 这让韩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但是韩丽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此女讲 当即便视若不见地从其身边走过 向远处的街道缓步走去 而董轩儿则站在远地一动不动 他轻咬红唇注视着韩丽的背影 也是一言不发 转过一个弯后 韩丽感到背后的目光消失不见 他不经意地皱了一下眉头 主人 你认识那名女修 是当年的一位旧士 不过关系不怎么好就是了 是吗 可小碧看她的神情 似乎和主人的关系大不一般呢 难道是主人当年的 哼 别乱猜了 我对她可没什么好印象 甚至当年还曾经敌对过 银月轻笑地给韩丽递来一个鬼脸面口 然后便失去的不再言语了 自从当日韩丽救下银月 且没有追问她紫城都和花篮古堡被夺之事 银月对韩丽就明显地亲近了许多 虽然她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是明显已经对韩丽敞开了部分心扉了 这一点韩丽自然也感应到了 同样对其信任了许多 两人的关系比起开始时 可是大有改善 回到洛云宗驻地之后 韩丽自然将大殿商讨之事和吕洛也略说了一遍 哎 师弟何必冒险参加赌战啊 那些庚经固然珍惜 但毕竟是身外之物 师弟万一闪失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吕师兄尽管放心 我肯参加赌战 自然是有八九成的把握可以全身而退 到是七日后大战 门内其他弟子的安危 师弟便无法分心旁固了 就全靠吕师兄一人照顾了 唉 数日后的大战 门下弟子我自会多照应的 师弟不用担心 既然师弟对赌战有此信心 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在战前 师弟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门下弟子去做就行了 为了这次大战 我还真要做一些准备 有一些特殊材料 恐怕需要几位师智帮我收集一下 韩力倒也没有客气 当即便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玉检 交给了吕洛 放心 只要天一城中能找到的材料 我一定会帮师弟凑齐的 韩力心中微微一暖 随后再聊了几句就告辞离去了 他交给吕洛的玉检 里面所记载的材料 就是炼制降陵符的辅助材料了 这降陵符 可是唯一能在数日内准备好的厉害杀招 其他的像重新炼制飞剑 修炼大耕见阵的事情 根本不是区区几天就能完成的 唯一让我有些顾虑的 就是这降陵符炼制成功率的问题 原本我想找一杆满意的灵符笔 多练习一段时间制服术 再来动手炼制降陵符的 但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 就算成功率低了一些 我也要试试 若炼制成功了 那自然多了一个杀招 若是失败了也无所谓 反正区区几日的功夫 就是做其他准备 也不可能增强自身的实力了 这样想着 韩丽便不慌不忙地 到了居住的楼阁上 进入卧室之后 她便在床上攀膝坐下 入定闭上了双目 没想到仅仅两日的功夫 韩丽所需的材料就已经准备完全 并全都交到了韩丽手中 韩丽见此时心中一喜啊 看来当这个洛云宗长老 还真不错 她当即带着这些材料 再次进入密室 并在密室中间盘膝坐下 将辅助材料在身前一一摆好 最后她才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墨绿小瓶 将瓶盖谨慎地打开 只听咕哧一声 一道血红色的光团从瓶中击射而出 韩丽随即五指张开虚空一抓 清光闪闪的大手一下将血色光团捞入手中 随后 清蒙蒙的光滑流转不停 她五指略以抖动 清色光团瞬间在清光中显出了圆形 那竟然是一只数寸大小的血色小胶 在其手心处不停地乱转 一副时刻想要飞走的样子 但是四周的清光若有若无 将这道胶魂牢牢地困在了大手之中 韩丽双目微眯 瞳孔深处蓝芒微微闪动 顿时便将这独焦惊魂的里里外外 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血红小胶活蹦乱跳 看似和数年前刚刚被收进瓶中是一模一样 但在明清灵眼之下 我还是能发现些异常 焦魂体内的魂力 虽然还是同样的强大惊人 但焦目的神光却散而不惧 竟有三分痴呆的模样 这分明是灵师已消失的表现 现在的焦魂困有强大魂力 但神智却已退化至灵魂未开始的模样 刚才那逃窜的举动 也只是生前的一种本能而已 韩丽轻叹了口气 第五百六十集 独角的变化 让韩丽暗自警惕修仙路的坎坷艰难 若是有一日我的肉体被灭 原神落入敌手 那下场绝不比这独角好到哪里去的 坐在原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 韩丽叹了一口气 随即单手一抖 一团清光包住的血色小胶脱手而出 直接射向了他头顶杖曲处 浮在了空中 随即韩丽便不再理会独角惊魂 他低手扫了一下眼前的材料 不然伸手 让一块翠绿玉滴的稀有灵皮浮起 随后喷出一缕青色阴火 将这块灵皮裹在其中 一道接着一道的法觉便积到了灵皮之上 接着他打开身前的一只白色玉匣 引着一小部分银粉扑入青色阴火中 顿时火焰中银色火花浮现 并瞬间在韩丽法觉的牵引之下 齐往火光中间的灵皮靠拢 整块灵皮瞬间便化为一大团青色光帘 在火焰中缓缓地转动起来 韩丽的神色也越发凝重 他从神前的瓶瓶罐罐挨个点指 顿时各种各样的材料便眼花缭乱地没入了阴火之中 包裹灵皮的火焰颜色 则先由银变黑再由黑变绿 当化为了血红颜色时 韩丽轻涂一口气 终于不再投入材料 而是低声念动起咒语来 同时数道纤细的青丝从他指尖处喷出 直接射到了灵皮之上 灵皮随即停止转动 在青丝的牵引下开始忽慢忽急地 诡异晃动起来 在咒语声中 韩丽面无表情地持续着上面的动作 渐渐地灵皮表面在火焰中浮现出了一丝丝的黑气 这些黑气一接触外面的血红阴火瞬间变化为乌有 而密室之中却多出了一股淡淡的腥臭来 整张灵皮的体积随即也缩小了一分 韩丽对此却视若无睹 此举动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时辰 当灵皮上的最后一丝黑气也被炼化掉后 他神色一松地打出了一口气 韩丽又将几种材料添加进火焰之中 再炼制了一小会儿后 便忽然冲火光轻轻地一吹 只见火焰熄灭 露出了那变成血红色的整张灵皮 此刻他只有巴掌般大小了 差不多了 韩丽抬手看了一眼头顶处的焦魂 不再犹豫地冲其一点指 焦魂周围的清光便顿时化为点点灵光不见了踪影 而焦魂却犹如被什么吸引似的 直接射向了血红色的灵皮 随即便没入其中 韩丽当即取出灵伏笔 点上某种金色液体 开始熟练地在虚空中点点画画 不多时 一个个难懂的金色符文便出现在了灵皮表面 如同刻印上的一般整齐 灵皮剧烈地颤抖起来 从其上猛然传出龙吟之声 最后灵皮表面一阵突骨 血红焦魂从皮中猛然冲出 向逃逆而走 可就在这时 金色符文光芒大放 将焦魂紧紧包在其中 那焦魂不停与金色符文拼命撕扯着 想要破出而逃 这时 韩力伏笔点画符文更快了 大大小小的金色符文直接照向了焦魂 片刻之后就将它彻底困住 然后一点点地将其拉回到了灵皮中 趁此机会 韩力马上换了一种紫色液体 同样用伏笔沾沾 化写出灵纹式的古怪符号 不慌不忙地一甩而出 每隔一段时间 韩力就换一种单沙式的灵液 各种各样的符号皱纹 随即一一出现在了灵皮之上 韩力的神色越发凝重了 写出的东西也越来越慢 目中蓝光更是闪动不已 将明清灵眼的催事到了极致 当一个红色符文刚刚画完并飞入灵皮之后 突然一阵异常的灵气波动 从那完成一半的灵符上发出 并且越发狂暴起来 韩力面色大变 心中是暗暗叫苦不迭啊 这 这惊魂卓士难缠 但他马上大袖往地上一扶 一片青霞飞卷而出 将所有材料瞬间收起 同时另一只手往身前的虚空一滑 一个蓝色小盾就从其袖口飞射而出 瞬间长大 挡在了身前 就在韩力刚刚做完这一切时 那灵笛在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声中爆裂了开来 五色光团耀眼夺目 惊人的灵气四下扑去 仿佛一个巨浪打到了蓝色盾牌之上 那大盾微微一晃后 就纹丝不动地将其挡了下来 韩力见此一证倒有些意外 按照降灵符的巨大威力 这制服失败的爆炸情形 应该具有不小的破坏力 而现在竟如此轻松地就挡了下来 这可和我预料的大不一样啊 就在韩力心中惊疑之际 一道血光从光团中激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到了密室上空 就要顿出而逃 但是那血光刚一接触屋顶 一层白色光幕便毫无征兆地浮现出来 一下将血光反弹而回 并让其显出了身形 正是那血色小焦 毒焦的惊魂 韩力先是一证 随后便大喜起来 他不假思索地单手一抬往虚空处一抓 一只青色大手便默然出现在焦魂头顶 一下将其抓到手中并向下射去 这时韩力伸出一根手指从身前盾牌随意的一点指 只见蓝光荡漾后盾牌迅速地变小 一个盘旋之后便自行射进了袖口中 然后韩力凝望着刚被秦回的焦魂 再一次使用了明清灵眼 咦? 虽然还是原来的惊魂 但其体内的魂力是明显比原先衰弱了许多 血色小焦也显得微米不振起来 望着焦魂寒力摸了摸下巴 免现沉吟之色 看来这将灵符炼制失败后 妖魂并非会立刻崩溃 而是损失一些魂力罢了 若是这样的话 将灵符虽然难以炼制 但在魂力被消耗一空前 却可以反复炼制几次 这还是大有炼制成功的机会的 当然若是重复炼制次数过多 魂力自会大为减少 降灵符的威力肯定也会大打折扣的 资料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韩力便轻吐一口气 脸上神色略微一松 即使魂力亏损一些 也比独焦精魂一下就此亏散的好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行吧 韩力苦笑一声 再次拿起那些辅助材料 以炼制另外一块灵兽皮 就在韩力在密室中苦心积虑炼制降灵符的时候 整个天衣城在短短两三日内 便彻底动员了起来 所有修士和大小宗门都知道了 数日后就要和法事展开生死大战的事情 城中所有修士都从驻地中走了出来 按原先的鞭排组成了一支支修士大军 所有人都面色凝重 士气高昂地往边界处驻地先后开去 而有关时常赌战的事情 谣言也是传得满天飞啊 因为怕有木兰奸细将参战修士的名单透露出去 故参战修士的身份至今仍未透露给众人 如此一来 这十名元英修士的身份 自然被众多修士好一阵的议论猜测 洛云宗的弟子也陆续跟随队伍离开了天衣城 见此情形 吕洛便不得不跟着一齐前去 临走之前她还是吩咐了宋姓女子 你留在朱棣中等候韩师弟出关 是 师叔 眼看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韩丽还没有丝毫出关的迹象 那宋姓女子便不由得有些急了 而韩丽闭关之处虽然设下了重重的禁止 但仍是隐隐从中传来龙吟或爆裂之声 这让此女大感诧异之余也有些担心 第五日的时候 宋姓女子终于下了决心 若韩师叔还未能出关的话 我便只有硬着头皮强行扣关了 否则再耽搁一日 很可能就赶不上大战了 现在 宋姓女子在驻地大厅之中 忧心忡忡地静待着 她不时地望向厅外 神色阴晴不定 眼见天色越来越暗 此女是戴眉紧锁 一咬红唇便默然站起身来 她才移动两步 忽然一阵清明的钟声传进了大厅 此女先是一呆 接着面现惊喜之色 片刻之后 听口处清光闪动 韩丽的身形在光霞中默然浮现 参见师叔 现在是第几日了 城中修士似乎都已出发了 一从密室出来之后 韩丽的神识就感到 整个天一城空空荡荡 只有少数修士还留在城中 启禀师叔 现在是第五日 第五日 那时间绰绰有余的 不过 还是要早些到地方的好 我们走吧 遵命 韩丽一抬手 从袖口飞射出一团白光 飘向了厅外的院子中 黄华一脸后 那辆御风车就出现了 上车 用此车赶路比你顿光要快一些 韩丽身形一晃 就到了车中 然后扭手对女子说道 送行女子打量了此车一眼 目中闪过一丝亚色 随后便默不作声地上了车 我一定要帮助地印刷 我扭手 我扭手 我也扭手 我是一半 我扭手 你扭手 我扭手 你扭手 我扭手 我扭手